大家好 欢迎来到恐怖热闹钟的晚上 今天自己和大家主持今集的节目 今晚讲的主题就是小巴和巴士里面的鬼故 为什么无端端又讲巴士小巴 昨天去了吃饭 吃饭的时候有个朋友的朋友以前开过绿色小巴 他又讲了几个鬼故给我听 又露了一些巴士就讲 他就说吃久一点 让你不要这么早回去工作 减轻你工作量就报了几个料给我 然后我借势今晚讲小巴和巴士做主题 昨晚吃饭的时候大家还谈了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挺好笑的 话说他们说哪个电视播了一个广告 不知道哪个宣传要人有礼貌 不知道是古天乐那样的话 我心想今天又教别人有礼貌 十几二十年前已经有一波的宣传 叫别人今时今日这样服务态度不够 如果那个地方很好态度很好服务 你不会无端端弄一些广告出来 叫别人教别人这帮人要态度好一点 要笑容要多谢人 日本你不会无端端教一些国民做这些东西 在电视上这一类也有礼貌 其实十几二十年前 楼德华宣传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存在 就是大家不笑 服务态度 不知为什么香港的服务态度很差 二十年之后这件事都没办法 二十年之后大家又是这样 我想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 社会里面有很多标语 标语有不同的标语 叫别人不要随着吐痰 有个眼睛看着你 就是吐痰的时候挖住你 有垃圾叫别人不要扔垃圾的广告 就是叫别人注意香港清洁 郊野公园安全 叫别人不要乱游泳 就是不要去山间 去溪间游泳会死 就是很容易会浸死 还有叫别人 很多很多一些功德心的广告 就是当时做出来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到九十年代之后 就没有了这些标语 没有了这些广告 因为所有人已经认识了 已经知道现在要走文明图路线 好像有个电影 我们现在是斯文人 我们打了胎 是我们不应该打人的 我们不应该吐痰 我们是斯文人 就是我们变了斯文人 然后无端端 到二十年前 不知道为什么 服务态度又很差 然后就每放月下 每年差一年 所以我发现了 出来吃饭 那些人西口西面 没有水洗面 我应该是五六年前 留意到这件事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做了十多年 因为有两个节目 《恐怖一粒钟》和《极度心寒》 《极度心寒》 从2009年开始做的 我记得很早期已经说 为什么那些人是这样的 那时候没有人和应 还有被人骂 我曾经试过 是不是你自己坏 只有你是这样 不是 真的很多家都是这样 现在大部分人都顶不住 顶不住到直接不吃 或者出国吃 回大陆吃 去其他地方吃 都不在香港花钱 搞一搞结 那些人的服务态度 其实我只是想说 别人给钱你赚 别人都说多谢 就算你听节目都说 笑一笑 大家朋友好 你这些很基本的事都不做 其实要出广告教你们这样做 我觉得大事得不得了 如果这样的心态来说 这些上班的老板 这些不用特意宣传 老板教了你 如果老板见到员工没有礼貌 不懂笑 不懂说多谢 会影响他的生意 那老板一定会跟伙计说 你们要跟别人说多谢 要跟别人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 老板是不是应该训斥那个员工 让那个员工遵从某一个礼貌的标准 为什么老板不能动 听不懂 然后昨天那个人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因为请不到人 请不到人 你多骂他两个骂 你隔他一句半句 他刚好听他就走 可能也没有人做 那就不出声 没办法 每个人都是这样 还有可能他请过六个人 六个人都同样发生这些事 到七个人的时候老板已经化了 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这样 有时听鬼谷之前说的无谓 也好 不要每次都这么深沉 有时做人 今天我讲巴士和小巴的鬼谷之前 有个听众说了一些冷知识给我听 我们跟他聊一些韩国的恐怖片 他说原来韩国人说给鬼 我们不是说给鬼摘睡觉的时候 原来韩国人说给鬼摘 就叫做给剪刀摘 就是给剪刀摘住 就不是给鬼摘 剪刀是代表鬼的意思 他也说了一个上网看到 有一个韩国给剪刀摘的鬼谷 他说有一次有个学生 就住在宿舍睡觉 他有上层和下层的床 有一次睡下面的那张床的学生就回来 看到上架床的学生就睡着了 睡着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把皮露出来是三只脚的呢 他就觉得很明显多个人在睡 大家也不管了 大家是男人来的 多个女人也好 不管了 照在下面睡 当时在下面睡到差不多的时候 睡到半夜 突然在上面就动了 不是半夜起床搞事 同学 这么狼死 谁不知突然之间有一个穿着灰色衫的女人 在上架床转下来飘了在她旁边 是向着她微笑 哇 他嚇到当时还没摘到她 他感觉到原来他被剪刀摘 没摘到的时候 他立刻飘了出门口 然后就立刻开灯 想搬来这里 这就是原来韩国人和我们一样 都会有被鬼扎的鬼股 都是差不多 大同小异的 但是他们叫的就是被剪刀摘 我听完她说完之后 我就上网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鬼股 关于韩国被鬼扎 如果我发现了 有一队组合 就是土雄 全球最火烈的 Blackpink 原来里面那几个女孩都说 以前在练习生住宿舍的时候 她在宿舍里面 经常见到被鬼扎 特别是Jisoo被鬼扎得最多 另外Lisa也试过 在宿舍里面见到一只鬼 躲在一个櫃里面 然后粉丝还在说 行啊 她见到鬼就等于红 难怪你们这么红 所以那些鬼都来看你们 韩国鬼股就是 下集找一下有没有 韩国的鬼股就是 偏离一些大路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另类鬼股 下集再说 下集再说 她跟我谈韩国的东西 我就刚巧和大家谈几句 那说回今晚的鬼股 就是关于一个小巴司机 以前做过Lokvan 就跟我说 话说她说很庆幸自己 我先复述一下 我这个人 我昨天第一次认识她 她说很庆幸自己 没有做Lokvan 就是很早年前已经没有做了 如果做到现在就麻烦了 她说连做Lokvan都没做 因为有外劳 她说老闆就不加工 不加工 就等你自己走了 去请外劳 她说駕駛駛駛的人工 比其他运输交通工具少 很多 我说出来 免得说多少工具 差一倍 你不开Lokvan 駕駛駛其他车 你得到的工具是一倍 真的没得做 差几成都说 你差两三成的 近近地 在家里留下做 免得烦 开工 她说差一倍 真的没得做 她说那个鬼股 就是她以前曾经做过 西贡里面的Lokvan 线的一段短时间 她就认识巴斯佬 她以前经常在聊天 虽然她做了短短几个月 但是她说 跟很熟悉的 有个巴士佬 以前都是朋友 就聊天 她说有一次 有个鬼股 巴士佬告诉你 话说 有一次 巴士佬就开车 就经过 我想是南维上车的那段路 其中有个巴士站的时候 看一看 是晚上来的 他就看到 有四五个人在等车 都看下去的款 有几大年纪的 穿着一些深色的衣服 即是黑色灰色 就打开了门 巴士上 我觉得这个巴士站 我知道是哪里 很特别 零零四四 一个转弯位的巴士站 他停了一阵之后 那几个人就看着他 就不上车 就黑黑黑的 当时就算有街灯也好 他就看着一堆黑色东西 巴士佬说 不上车 你不上车 想着老人家等你一会儿 可能你行动不变 或者会不会有轮椅 看他又没有轮椅 看到他们几个黑衣人的老人家 又不上车 就关门 就准备扭出去走 怎料一扭出去走的时候 有个客人在后面说 有人上车 不要关门 我司机就很害怕 心想 我看到他不上车 我才关门 他们都没有动 怎会无端端上车 我关门 但别人这样说 就立刻停下车 其实他说走了一下 因为那一下是 刚刚想扭出来 给油 还不是很大力的 他就看一看 没有人 然后他很下意识 就转身 看一看那个位置 就走出来看了 停了车 他说没有人 那个人再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刚才明明看到有四五个人 站在巴士站转角位等车 他说自从那个人说 看着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那个位置是很特别的 他不是说 后面有些房子 有些建筑物可以给你躲起 而且那几个阿婆 一看他的款 是没有可能跑得这么快的 他都因为安全 于是乎下车 看了一次 趴下 看完 究竟有没有人 夹在那里 那终之发现 是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附近四野无人 当时 他就上来 跟那个客人说 他没有人 那客人说 看错了 他说 刚才我又见到有几个人 他又见到几个人上车 他说怎么会看错 大家都 心灵神会 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到夜晚也都鬼捷 这样 不敢敲爆大家 当时 他就 开车就走 他说 最离奇 就是那个地方 如果你开开都知道 其实他 如果你坐上层 或者说 在天桥的位置 你会看到山上 其实有多少些墓地 那些不是荒废的墓地 应该是有人拜的墓地 那为什么会 鬼捷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呢 那会不会有人在那边 附近宵夜 宵夜的人就 下来吃东西 或者下来 因为在 这个位置 就 郑记那边 郑记 一到清明 后面的村里 外面的人 都很多人 其实 他们见到那些人 其实是 在宵夜 出来吃东西 但会不会 坐回车出九龙呢 那这个 不得而知 另外一次 就更奇怪 他就不是别人告诉你 这个就是他自己 有一次他就开六车 去到 过了 我想是 康湖居那边 再过了一段路 就没什么人了 基本上下了客 去到 还没到消防局那边 他很急了 急到一定要下车 总之那里就没有厕所 就是消防局那边 我想大家都知道哪里 然后他就 反正车都没有人了 下了客 那是晚上来的 深夜来的 就停了一部车 走去旁边的草叢 立即就 快点解决 马甩佬 不用那么烦 拉一拉 褲子就解决 那他 摸清了 上回一部车的时候 去到游七厂 再过游七厂 过了 未到满记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听到 有一个女人叫下车 是很大声的 是好像发脾气 你飞了站 他说 下车啊 我听到之后 立即蹲一蹲 然后就扭一扭 看一看 有没有人 没理由 刚才他看过 没有人 是直接下车 摸完尿 上回车 隔车都没有人 何来有个女人 每天都说 下车啊 很大声 他说完全 立即 又以为是三音机 又以为会不会自己听错 什么人都没有 他就很害怕 就看到旁边有个老坚 就立即停在老坚 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 刚才飞了站 对不起 请你下车 就说了这些对不起 之后 他还买了些东西 去附近 蛤尿那里拜 他私以 不知道是不是蛤尿的时候 就吹了一些 树仙 草仙 那些东西 最后他借路借路 因为这件事 就不做了 他说钱又不是多 他经常都翻车 就觉得很辛苦 于是不做 另外 他第三个 说到我听的鬼故 就是 他没有做的时候 他去了铺班 就走了去铺 prophetic 便不是说 你估计群子vi 就是用电话来说 сер end 25集 他不懂得分道士或南無駱 總之他穿了一些袍子 就叫了一輛車 在旺角雞記 即是在麥花省球場附近 不知道為何那裡叫雞記 我問他也不知道為何 他說那裡是雞記 麥花省球那裡叫雞記 我說為何那裡叫雞記 有沒有人知道為何麥花省球場 那裡叫雞記 那裡又不是有技宅 是不是有一間東西寫著雞記吃東西 或者雞記吃雞煲 那個年代又沒有雞煲 雞煲是十多年才流行 他當時雞記上車 叫他去哪裏 去了元朗和天水圍裡其中一部分 當時的地點是一個很僻靜的公園外面 大約去到的時候就九點十點 那個位置沒有人 小貓三四隻 途人都非常稀小 他去到的時候就下車 他幾個穿著道袍的人就下車 其中一個人就年輕一點 他說他那幾個都大約三十多歲 不是年紀很大 頭都潮潮的 他不是說那些阿叔頭 很多頭髮 潮潮的 就當他三十多歲 其中有一個就是釘耳環 就跟他說 不如你一會兒四十分鐘之後 回來這裡接幫我們出九龍 行不行 他說因為怕到時候見不到車 因為那天剛好 他很記得就是一些長假期 有些司機就不開車 晚上你叫都叫不到 以前就說你加錢也未必要做 因為你現在就說加錢就做 以前那個年代也挺好生意 老實實 他晚上就不做 那個人叫他來接回他 四十分鐘之後 他說隨便吧 就是要加錢 他說因為我可能空車過來 你加回幾十元 那幾個道袍的人說 沒問題我交給你 他說四十分鐘回來就可以了 最後四十分鐘之後就回到元朗 還有天水圍中間有一個位置 他那裡就忘記了 當時他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就看到那幾個人上車 但是其中有一個就有一點腳步浮浮 要三個人扶他上車 當時見他的樣子就不太行 就差在他就還沒在車輛咬白泡 他心想 喂你沒理由喝醉酒而已 大家穿了一些東西 好像見他們拿著一些工具 應該都是做一點點 勞製還是法事的東西 但是能開車的 什麼人叫你都做的 百無禁忌的 他說你不是喝酒 他心想不是你喝酒喝醉 在嘔嚕車上 真是陷加拉提 接著那幾個人上車的時候 他見他就不太行 然後他就說不如有醫生看 他說法國那邊有晚上夜診 法國醫院那裡要不要載你 法國醫院看 好心跟他說 然後那幾個道婆的人就說不用了 他說你載我們去雞記就行了 他就不便再問 照他載他去雞記 當時 在載回雞記的時候 途中 他聽到那幾個人在說話 那他說什麼呢 有一個人就說 這些都很接 他說很麻煩 他一會衝到就不是說玩 他說都叫你不要在那裡接這些東西 另一個就說 這裡不是一兩個 他說幾個 很麻煩 他說搞到他現在這樣 明天回去再搞 明天早上再搞 現在不要搞 總之什麼都說 等天亮才搞 晚上就不搞 他就心想 這幫人在那裡做什麼 看他捉鬼 又不是捉鬼 只是殯儀館那些人 做法事 去破地獄 那些人 他覺得是這樣 但也不好意思問他 他聽多幾聽 由元朗天宋爺那邊 出發的雞記 也有一段路程 他猜到大約 應該有人 在那裡吊頸死了 然後可能認識他的人 內心過意不去 又或者害到他 就請了幾個人 就叫他去那個位置 就不要這樣露製了 你幫我燒賣東西 或者打課齋 中一下經 之如此之類 道教意識 所以那幫人去了那裡 但是他們應該 就沒處理過這些事情 這些枉死的事情 所以可能衝了其中有一個 他們就覺得不關他病事 於是就不用去看醫生 就回到雞記 當時就載他下車的時候 他說見他臉色 和腳步 和人的動靜 就好很多 他說直接去接他上車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 他說感覺上他好像要吐白泡 他直接覺得他不要死在我的車上 叫白車 還搭小車 入深切治療部 是那種感覺的 他說離開了那個位置 他就有一點臉色 跟正常人一樣就好很多 但是感覺到他的身體 當時都是非常之虛弱的 其實我也挺害怕的 如果你做車子 你現在就 叫做 開車 有電話很多部 有很多通訊工具 怕起來停在一邊 跟別人WhatsApp 也叫做有人跟你聊聊天 舒緩一下你的思緒 別那麼害怕 那個年代還沒有上網的手機 如果你突然發生這些事 你晚上又要等 等接call 有一個call在等接 然後自己又要兜來兜去 又沒有人跟你聊天 其實那個年代開夜班 我覺得遇到怪事的機率 是比現在會多很多 因為科技的未發達 環境的所以然 那時候那群人 我想鬼故 他們聽聽起來 是確實多過近代 這群人 就多很多 那今天 借他講小巴巴士的鬼故 做一個開場白 就順便不如講 今集整集都是講 巴士站巴士 小巴裡面的一個鬼故 巴士鬼故最經典就是 大部分都是有些神秘的乘客 上了車就沒有下車 巴士 很多人都曾經有沒有想過開巴士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記得我以前在機場 舊吉拉機場去新吉拉機場的時候 沒有做的時候 有些同事就去了很多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 應該是公共交通機構做的 例如隧道公司 地鐵 甚至乎巴士 有些又做站長 做成這樣 那時候我沒有做的時候 有些人就問 你走不走去做這些做 我心想不做 那麼少錢 少錢我爆 那時候巴士少錢很多 現在駕巴士近來有些聽眾 經濟畢竟走去駕巴士 叫做兩雞粒三雞都OK 就是飽你不死我你不親 又不會太差 現在駕巴士 我記得我那個年代駕巴士很少錢 少錢很重要 不合比例 以前沒有什麼人做 那麼巴士裡面的鬼股大部分都是有些乘客神秘地上了車 又沒有下車 那麼我們今天就盡量說這類型的鬼股出來 話說有一個巴士司機 有人說他打過上電台那邊說的 即不是網台的 那個年代 就說他收工的時候有一次就檢查了全部車 已經沒有了乘客 那麼駕駛回到車廠 你當駕駛回九龍灣車廠 當時他經過某一條路 那條巴士就已經在公路那裡走 可能50或50多 突然之間有人按下車中 叮 接著他聽到上層有聲音 以前那些巴士沒有那麼漂亮 沒有現在那些那麼大步那麼漂亮 設備又簡陋一點 有人走聽得很清楚 聽到腳步聲就噗噗噗噗噗 然後走到樓梯那裡 他就明明看到莊上是沒有人的 也都知道是沒有人的了 當時不會看錯的 他就心想 第一件心想 喂大鑊 他說撞東西 那麼有些師兄以前就說過 他說不要緊的 他說如果有人按鐘 無端端 你明知沒有人的了 你盡快找個地方停車 開門給他 就嚇嚇氣氣跟他說不用急慢慢下 於是他真的跟師兄這樣做 停下了一會兒 然後打開門 慢慢下車 聽到腳步聲一下一下真的由上層到下層 然後下車走了 然後他回到廠後 嘩大佬 你這樣的事一個人在巴士上 嘩好害怕 回到去就不要管了 都是這些情形 買過橙 買一支香 或者廠裡面其實有香 應該就拿幾支香 在外面先拜一拜 先插在這裡 大佬 有怪莫怪 另外還有一些人說 他說見過不是下車 剛才那個巴士司機都沒那麼害怕 因為他聽到聲音 看到那個鬼魂走下來 看不到他的款式是怎樣的 有一個寫他說更恐怖 他就在上水 聽到上面有腳步聲 也是沒有人的 於是就看上樓上 然後就見到有一個男人 就站在樓梯那條扶手那裡 巴士樓上就不准站人 其實巴士樓上不准站人 我小時候准 什麼時候開始不准站人 我都不知道 最少有20年應該吧 巴士樓上不准站人 這個規則應該是有最少有20年 他就見到一個男人站在樓上 於是他就知道死了 又是鬼 本身這輛車就關燈 就回廠 不要管那麼多 先把全部燈開 先把整輛燈開 整輛巴士光亮亮 最後又是沒有人下車 查過一個人都沒有 他說有些人在網上說 他說那輛巴士 他說那輛巴士 原來在他早前 大約是一年前 撞了一部貨櫃車圖 他說坐車頭的乘客就死了 所以那輛巴士有鬼 他說一點都不出奇 還站在那裡想下車下不了 他沒有按鐘 他不是說遊玩野鬼 虛空過往經過 他說你先生 麻煩你順便車我一程 麻煩你 他不是這樣 他那個簡直是沒有了意識 站在那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想下車下不了 想動 動不了 那個就更加恐怖 另外有一輛巴士司機 他有說過他駕駛過一輛 曾經翻過車 即是翻過車的巴士 有個車牌 三個字 有個九字 有個五字 有一次他駕駛過一輛車 是事故車 他下車 拍好了 準備收工 突然間見到樓上 巴士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小孩 還有一個大人 他很明顯 就剛才查過了 翻廠 其實翻廠的巴士 因為我公司附近有巴士廠 其實我看到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經常都晚上跑步 或者我有時回來見到他們翻廠 整班在門口 他們排隊 他就進去那個巴士廠裡面 然後就洗車 不知道有人洗車 不知道為什麼洗完車之後 他們駕駛一輛車 在巴士廠出去 隔壁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露天的 他就拍了巴士在那裡 有些就直接駕駛出來 就拍在一個站那裡 就是拍在一個站那裡 不是一定放在巴士廠裡 所以如果他們見到樓上有人 的時候可能在街上見到 不一定在巴士廠裡見到 那就更加害怕 如果巴士廠這麼光猛 有其他同事在那裡 幫忙看看樓上有沒有人 幫忙看看 那些同事也會幫你看 但是巴士廠裡 雖然很大 很多車經過 但你見不到裡面人手很少 你見不到一群人在那裡 通常他們下班的時候站在門口 但裡面你見到沒有什麼人在做事 好像很奇怪 那些洗車機是自動運作的 那些洗車機 那巴士人看到的時候 真的很害怕 終於檢查過 一個人都沒有 那也是那件事 森林就是撞鬼 其實有人在巴士上面 下車上車 都不是一個最害怕的一件事 我覺得駕駛巴士最害怕的是 你駕駛巴士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一輛車 它不是真車 它可能是一輛幻影車 那你就可能會更加爭底 我們休息一會 第二節回來再說 今晚巴士裡面的鬼故 休息回來一會再說